所以等着菩萨 你看 他的问题就是最后一份 身相无名 这个东西一不 相就没有了 为此后心 以金刚之破之 这是菩萨 最后一点 是在讲 这是无名稀奇 无名早破了 无名稀奇 稀奇很难断 真的要有金刚智慧 破 最后一片 身相无名 皆不妙觉之为 他就称佛了 佛称为妙觉 菩萨最高的称为等觉 等于妙觉 还要不到妙觉 等于妙觉 称等觉 谁叫不妙觉 他后不复 若以密教 密教里面谈的呢 也得 一世之理 与密宗出地菩萨之位 先得 见菩提心 自此一时 出身 无量之三位 宗师们 见此增长 至于身体 这是密宗里的说法 夜舍之理 这个礼 用 以 来表示 佛法 常有 中国古人 也常有 你看 受文切词 第一个字 就是以 以 生 万法 万法 不利 一世之理 一世生 一世真心 二就是往心 一心 能生 能现 二心 能变 二心 就把你变成 你看 把舍抱 土 变成 舍法界 变成 六道轮轨 往心 能变 一心 能生 不变 极乐世界人 都是一心 一心 专念 到了极乐世界 还是一心 专念 永远不利 一心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明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干了 现在就培养 我们的一心 尽可能的 把世缘放下 不但世缘要放下 佛缘也要放下 与佛 我们只守住四个字 心 愿 痴明 这四个字 偶一大肆 提出来 太好 简单明了 真心 心 希望真有极乐世界 心 极乐世界 真有 阿弥陀佛 这不是假的 其他都是假的 这个不是假的 这是真的 那这个幸运 合起来 就是无上菩提心 那么下面 我们 怎么修法 一向 专念 一个方向 西方 一个目标 请进 阿弥陀佛 专念 阿弥陀佛 就对了 你看这方法 多容易 大道 之间 这一句阿弥陀佛 黄念楼在 今修 接药 报恩坛里面 说 绝了 一句佛后 居足一切佛 居足一切 众佛 名后 居足一切 菩萨 名后 居足一切 佛所说的 今天 无论大臣 小臣 闲教 密教 全在 佛号里头 一字不漏啊 乃至于 十方三世 一切祝福 无量无边的 智慧功德 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 你只要念这句话 全都念到了 变法节 虚空节 你们又漏掉一个 虽说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你能不念吗 你还念什么 念什么 都比不上这句佛号 这真的 不是亚迪儿 我 是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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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